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由金庸筆下的經典武俠小說 天龍八部所製作而成的手機遊戲 天龍八部榮耀版終於正式上線啦 那這部影片我主要會以功率為主 搭配簡單的遊戲介紹 帶大家能快速了解這款遊戲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基本上只要小說裡有登場過的角色 在這款遊戲裡我們都有可能會遇到他們 甚至是一起互動 至於玩法的部分就是相當主流的直立模式 整體來說並不會太過複雜 大部分任務都可以透過自動導引去完成 然後練功方面想要手動還是自動都OK 就看你們自己喜歡哪種方式而已 接下來是最重要的攻略環節 首先是門派的選擇 我這次主要會跟大家介紹兩個門派 第一個是推薦給注重操作 喜歡PVP的玩家們 所使用的天山派 天山派的職業定位是近戰外攻 技能主要是以冰屬性為主 特色是擁有非常高的單體爆發 但同時也有不錯的群體傷害能力 如果要以職業來說的話 屬於刺客類型 這邊現在各位簡單了解一下 技能效果 等等再教你們招式之間的搭配 首先 雪花六出跟鳳梧九天 都單體爆發 冷卻時間比較短 大部分的傷害都會來自這兩個招式 接著 殷疾長空是自身小範圍傷害 冷卻時間比較長 基本上都是等到數量較多的時候才會發動 再來 移花接木是全能型的輸出技能 單體爆發搭配範圍擴散 我自己認為是屬於最強的傷害手段 接下來是PK的重頭技能 首先是金蟬脫殼 這招可以立刻進入隱身效果 讓對手找不到你 再來踏雪無痕則是可以瞬間移動最遠8米 並且獲得3秒的隱身 這兩招不論是用來撤退 還是先手開局都非常重要 等等我會跟你們分享出招搭配 接下來是藍花點穴手 這招式可以讓對手進入3秒的崩穴狀態 在這段時間裡 對手不能移動也沒有辦法使用技能 最後是寒眉怒放 這招式有機率可以造成多段傷害 如果能額外發動兩次攻擊的話 整體傷害有可能是最高的 至於大絕招八荒六合 這是一招非常強的範圍傷害 但基本上只會練功使用而已 接下來技能搭配的部分 建議大家一定要仔細聽 因為這會大幅影響打架時的勝敗率 首先如果我們的對手很強 記住開局的時候 要先在遠處使用金蟬脫殼 用這個技能的持續時間很久 可以慢慢的靠近對手 如果我們可以扛得住對手的傷害 就先使用 寒眉怒放 其實的順序是 一花接木 鳳梧九天 雪花六出 最後才使用燃花點穴手 讓對手沒有辦法做後續的反擊 這時候等3秒風穴效果結束之後 遇到危險就可以選擇使用 踏雪無痕 拉開距離 再重複剛剛的技能順序 基本上只要先手偷棄成功 都有機會造成重創 殘血 甚至是一波帶走 至於實力相當的情況下 一樣可以選擇剛剛那種打法 或者是開局就直接使用踏雪無痕 貼近對手打一波出奇不易 這兩種使用法都OK 主要是分享一個打架觀念給你們 因為天上的定位偏向刺客 輸出很高 但血量算少 所以正面硬碰硬勝算不大 採取迂迴消耗戰術才是王道 接下來另一個要推薦給大家的門派 則是非常適合新手玩家 或是主要以活動PVE為主的 額眉派 因為額眉派是遊戲裡唯一的 奶媽輔助型職業 用非常出色的治療輔助招式 讓大家應該都知道 任何遊戲裡 不論是PK 還是打BOSS 一定都會需要奶媽的幫忙 加上額眉派本身也擁有 一定程度的輸出與控制技 因此不論是單人遊玩 還是找人組隊都沒有問題 是一個非常吃香的門派 接下來我在介紹技能效果的時候 會順便分享招式的使用時機 因為額眉派的技能 非常注重觀念 首先脫泥帶水 就是最基本的單體傷害 冷卻好就可以直接使用 並不需要等待時機 接著吸紫捧星的能力比較特別 這場情況下 是會對單體目標造成大量傷害 但是4米範圍內 如果還有另外一位敵人 則會轉移給這名對手 最多可以轉移3次 這招式的使用時機就必須抓一下 我自己是建議 等隊友把對手打到殘血的時候使用 幫忙補刀帶走對手 至於一般練功情況下 就是冷卻好就用 再來是 九陰神爪 這招式除了可以造成單體大量傷害以外 才會使對手每2秒造成額外流血效果 持續10秒 這招基本上冷卻好就可以直接使用 因為流血效果很強 可以讓對手的血量計算錯誤 接著清心補善咒就是單體補血 基本上只要有扣血就可以直接使用 因為冷卻的時間只有0.5秒而已 再來單弱目擊 這招式是遊戲裡唯一的無敵狀態 使用之後雖然不會受到傷害 但自己也沒有辦法發動任何技能 效果會持續8秒 簡單來說就是自保用的 建議遇到危險時直接發動就好 不能奶媽被打倒的話 很容易大幅影響戰局 接下來 月若西山這招技能超級強 發動之後 會對自身範圍3米內的所有敵人造成失明狀態 這狀態下的對手會不受控制 隨之移動 是逆轉戰局的關鍵技能 所以打架的時候各位也可以考慮 直接走進戰場發動月若西山 然後搭配單弱目擊的無敵效果 成功的話效果會十分驚人喔 再來佛光普照是大範圍治療 這個效果超級難 而且可以常駐使用 因為發動之後會持續5秒 幫5米內的6名隊友來恢復血量 但冷卻時間只有一秒而已 所以光是這一招就能確定不論是打架還是副本 有沒有額眉派幫忙真的影響很大 最後是障眼法 單體包拔傷害 然後有30%的機率使對手進入4秒失明 基本上這招直接用就好 因為冷卻時間有12秒 而且成功機率不高 只有30%而已 並沒有辦法常常發動 如果真的要挑目標的話 建議選擇對手的王牌 因為4秒失明真的很強 但相對也很危險 所以基本上是建議冷卻好就直接使用 至於大絕招九陰真金就是一招非常強的範圍傷害 但基本上只會練功使用而已 因為發動招式的時候無法控制角色 對於奶媽來說 癌的治療跟控制比較重要 所以大絕的九陰真金就算可以用也不一定要發動 接下來跟各位分享一些強化系統的秘訣 首先是裝備強化的部分 這邊我會建議大家不要集中投資在一個部位上 要平均強化 最好是先把所有裝備都強化到20等 因為遊戲裡的這邊其實有強化屬性加乘系統 最基本的就是8個裝備全部都20等 會開啟第一個額外效果 那各位可以照著這邊的要求去提升就好 接下來寶石的部分就要依照門派來推薦了 首先天三派的話 我更會建議防具的部分 也就是帽子 衣服 布肩 靴子 都塞兩顆血金石來提升血量 然後再搭配一顆祖母綠 來增加閃避綠 至於最後一顆就要看當前環境來決定 依照版本選擇對應的抗性寶石就好 然後四樣飾品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選擇藍金石即可 增加屬性傷害 接著第二個有能力的話 推薦雙名石可以降低對手的雙抗 不然就是藍名石 降低兵抗也行 接著第三格一定要選擇子玉 增加命中率 不然灰空就是零傷害 這點超級重要 最後第四格的話 雙名石 子玉 藍名都OK 依照自己的經濟能力即可 最後神兵的部分 第一顆血金石 第二顆藍金石 第三顆雙名或是藍名 至於最後一顆四種都OK 就看缺哪種屬性就好 接著額眉派的話 配法就非常簡單 全塞血金石 祖母綠 跟雙抗石就好 因為額眉派的重點在於 只要不被打倒 就可以發揮作用 傷害什麼的交給隊友就好 追逐一個全台流是最好用的搭配 就是熔練系統 這邊簡單來說 就是可以把我們不要的裝備 拿在這裡分解 然後 會獲得零力值 當零力值滿的時候 神木王頂的等級就會提升 會連帶幫忙增加角色的屬性數值與戰鬥力 因此基本上 多餘的裝備賣不掉的話 就可以直接熔練 如果熔練的裝備等級是紫色以上 還有機率拿到氣魂屬性 所以預算足夠的話 也可以適當的買一些 便宜紙裝 甚至是城裝來拚拚看看 季魂等級 對於戰力提升來說 非常有幫助 以上這些也只是我的個人看法而已 不代表一定就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 也歡迎分享 當然各位還想要了解 其他門派的介紹與搭配 也可以告訴我 那以上就是這次為 天龍八部 榮耀版 帶來的遊戲介紹與攻略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吉退哥哥 我們下次見 掰囉 還有一個 帶來的 《 sven邊碍牧場》 如果鍍牧場 不要太有心喔 因為就自動吃